感谢各位来宾啊 也感谢刚才戴总 还有几位嘉宾的分享 我想借着刚才戴总那一句话 因为我就是负责生态的 戴总给我们提了一个意见 就怎么样结合整个生态的能力 来助力我们的这个企业的发展 实际上呢 我也想用接下来的短暂的十分钟 给大家分享一下 阿里云在服务我们客户 特别是我们MNC客户的 进入中国的时候 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俗话说一个好汉三个邦 其实上阿里云在过去的十年 在我们做国际化的这十年当中 我们不仅积累了自己完善的 全球的服务能力 我们也积累了很深厚的 这个全球的伙伴和生态的能力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上我们在整个 新的阿里云的策略里面 有三个N 第一个N其实上是 我们要持续强化 我们的技术领导力 第二个N就是 我们怎么样去结合行业的能力 也就是各位企业 所服务的这个领域的知识 来把我们的能力 转化成生产力 那第三个部分呢 就是怎么样形成 我们一整套生态系统 这套生态系统呢 有大的 比如像SAP Salesforce IBM 这些能力 也有小的 可能是一些初创企业 像Me Journey 这些小的能力 这些能力 合规到 加总到一起 才能够完整的服务 我们整个企业的数字化转型 所以呢 其实上在我们的整个 这个发展的过程当中 大家可以看到 在过去几年啊 我们也被业界所认可 特别是在这个Gardner 所评估我们的整个 ISV的生态能力里面 就提到了 阿里云现在已经建立了 一整套完善的 这个ISV的生态能力 能够服务我们的客户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特别想提一下 我们这个整个生态的 Coverage 我们Coverage几个部分 因为在整个生态里面呢 有一部分是要怎么样 为企业提供技术能力 我们叫做技术生态伙伴 比如像SAP Salesforce IBM等等 那这部分技术生态伙伴呢 尤其在中国 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 稍微有所谓特殊的环境里面 我们怎么样去结合 国家的合规 法令法规 能够形成我们符合 中国特色的整个 技术生态能力 阿里云在这里面 做了很多的工作 那可能大家也知道 我们在9月3号 也和这个工信部 网信办在合作 做了一场探讨 就怎样在中国 这样一个数字经济环境里面 用合规的方式 构建我们的数据存留 特别是针对MNC的企业 在中国的发展 那后面的话呢 我们在预计在11月 我也给大家预报一下 在11月份 我们会和网信办出一个白皮书 明确的说明在阿里云 在怎么样 怎么样通过技术的能力 为我们的MNC的客户提供 在中国境内 合规的数据存储 数据运用 甚至是跨境的数据交互 保护的能力 所以这一系列工作呢 其实上并不只是在 科技的范畴了 更多的是在数据治理 数据安全 跨境保护 等等这些敏感话题上面 为我们的企业 提供一整套的解决方案 那另外一方面的话呢 我们也有很强的这个 渠道和生态的能力 我们的渠道生态能力呢 实际上cover了很多种 不同的类型 能够服务我们的这个跨国企业 不论是在一二线城市市场 甚至到下城市场 来做相应的服务 来做相应的服务和业务展开 第三part的话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服务生态 我们实际上有很多像德琴 像艾森哲这样的 很强有力的这个服务生态的伙伴 能够为我们的客户 deliver不同种类的这个服务特点 特别是在语音上面的 包括数据合规安全 包括数据转型咨询等等 那对于这个技术类的伙伴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上我们也有很多的不同类型 包括bring your own license 当您在构建这个数字转型的过程当中 怎么样用您现在的 现有的数字资产 部署到云上 或者是说您可以直接采用 在云上的SaaS的服务 比如像很明确的 我们现在SAP的BTP 以及Salesforce的整套CRM系统 已经在我们的阿里云上落地了 并且在这个 大中华区这个区域内 推广得很好 这个呢 也就切合了刚才我提到的 我们和网信办做的一系列的工作 怎么样能够使得您的企业 在中国这个数字化环境的Journey里面 合规安全有保障 然后呢 我们这个整个 我们也构建了一个云市场 我们叫云运用市场 这个市场现在已经有 3000多个类型的这个ISV入住 那这3000多个ISV的入住 其中就包含了 包括像CRM ERP 安全甚至基础的这个云生态 云原生的这个能力 所以说我提到呢 就是说这些东西 不全都是来自阿里云 更多的是来自于 阿里云的这些生态中的企业 因为我们的关注点是 怎么样能够为 各位提供一个 基础安全的云平台 在这上面 那些花和叶 更多的可能是我们的伙伴 为您带来的 我们在这个伙伴的 onboard的过程当中呢 也有不同的方式 从最 从最 左边的 Pepic License 就是Bring Your Own License 到最右边的 OEM的方式 其上阿里云呢 有不同的技术保障能力 能够保障实施您在 已有的数据资产 到纯SARS的模式 为您的整个数字化 资产投入呢 能够有坚强的 这个保障和support 同时我们也有一系列的 SARS的这个SATA program 在今天中国这样一个 方心为爱的SARS市场 实际上有很多 如雨后春笋般的 SARS公司在涌现 那我们有一 特别的这个SARS的 support program 在扶持这些中小企业 或者是将来的 这些unicorn成长 他们可能将来 就会是您的企业 所应用的数字转型的 最佳的伙伴 那我们今天 在帮助它成长 将来一定会帮助到 整个行业的发展 最后的话 我想提到的就是说 我们不只是 阿里云的能力 在服务您 我们其实上是 集成了整个阿里 88集团生态 包括菜鸟 包括蚂蚁 包括Lazada等等 这些集团生态的能力 在服务我们的客户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 像在我们服务的几个物流企业行业里面 我们其实上就采用了 我们菜鸟的物流科技的能力 在我们服务的很多金融科技领域里面 我们用了蚂蚁的人脸识别 身份认证 等等这些能力 它也是以SARS化的方式 能够使我们的客户 很容易得到安全合规的服务 所以总结一句话 就是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我们相信以阿里云 以及我们繁荣的生态 一定能够保障我们的客户 特别是MNC客户的 数字化转型成功 谢谢 谢谢